首相安华表示 尽管他已知悉反对党企图策划杜拜行动 推翻政府一事 但这并不会影响他的工作重心 他强调 政府将继续专注于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的福祉 我有越级迪拜行动 但我不想关注这项课题 发展国家和保障人民福祉才是关键 我认为我们应该专注工作 那是他们的事 对我来说 这不会影响中央政府 更重要的是我们已在今天 启动了一项对人民至关紧要的项目 安华感激上舱 将继续担任马来西亚的首相 并表示对于国家发展的承诺 不会受到外部因素的干扰 他是今天为主要数据库PADU系统主持推荐礼 接受媒体采访 对于杜拜行动一事做出了明确表态 安华在推荐礼上致辞时强调 政府为PADU举办推荐礼是国家数码转型措施的一部分 以确保有资格的人士能够充分利用政府提供的便利 通过该系统可避免政府发放的援助金和补贴出现披露 我们创建具竞争力更现代化的国家系统 需有新决心及物妥协 因为若美主要数据库系统就有太多披露和欺诈 否则国家为何仍有贫穷群体 PADU涵盖了国内大马公民和永久居民的个人及家庭资料 集结政府机构和各局数据 为每一户大马公民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提供全面而公正的信息 安华表示 通过数码举措发放补贴是确保经济公平的关键一环 避免超级富豪和外籍人士受益 政府发放的补贴以令吉计算线已接近800亿令吉 若无法解决死问题 我国就不可能在管理国家预算财政方面支撑下去 他指出 创建PADU的能力 清晰地显示政府机关有能力通过新的举措 无需依赖涉及高成本的国际顾问 安华还宣布政府将加速实施更公平及合理的公务员薪金制度 强调领导的团结政府将努力改革这一系统 我们决定加快实施更公平合理的公务员薪金制 你们必须相信 我们去年无法加快 因为我们继承的财务及国债1.5兆令吉 以及赤字5.6% 随着反贪污委员会陆续展开对前首相马哈迪任内贪腐案件的调查 首相宣布 任何涉及贪污的名人和大鳄都将难逃法网 我们现在就对付着大鱼 让他们无处可逃 他指出 这种针对腐败分子的行动 在很多国家 包括发展中国家 都是罕见的 你们偷了国家的资金与财富 不管你是首相 财长或部长 请记得 我们是要拯救这个国家 安华也对反贪污和警方在处理案件时的果断和勇气 表示感激 他认为这展示了国家在推行擅置和打击腐败 以及毒品问题方面的承诺 确保任何涉及国家重要人物 权贵或小角色的人都不会逃脱调查和法律行动 警方宣布前两届政府涉嫌滥用7亿令吉资金 用于广告宣传活动的调查案件 将被移交给反贪会进行深入调查 旺沙马珠景区主任阿沙哈里景监在昨天的授询时表示 警方已经接到关于这起案件的投诉 并已经完成了相关证供的记录 他说我们今天将正式致函反贪会 将包括调查报告在内的案件资料 移交给反贪会 以便进一步深入调查 与此同时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前首相机要秘书向星报透露 反贪会目前并未对他展开调查 另一方面 一位土团党资深领袖对此事拒绝置评 但他认为这只是一场心理战术 祖国斗士党联邦直辖区前主席凯鲁丁 澄清了关于马哈迪涉及挪用政府资金案 而被反贪会传招的传言 被视为马哈迪坚定支持者的他 接受星州日报电访时表示 他至今没有接到通知 并且没有听说 马哈迪会在近期内被反贪会传招协助调查 数以亿计政府资金挪用的案件 我是从社交媒体上听说 敦马哈迪可能被反贪会传招问话的 但这都是揣测 截至目前 我不知情 也没有听到这方面的消息 他还补充说 虽然有关传言称 马哈迪今天会被反贪会传招问话 但是截至目前为止 他本人并没有接到相关通知 台鲁丁认为 这些传言是对马哈迪 在马来社群中形象的一种污蔑和谎言 在第十五届大选中 马哈迪虽然战败 失去吉打州弗洛交易区国会议席 并痛失安贵金 但许多人说他已经过气了 然而 实际上 他仍然与马来组织和马来政党 保持密切联系 台鲁丁也对反贪会 只调查财政部前部长敦达因 一人的行为感到失望 潘多拉文件中 还有其他领袖被点名 为什么只调查敦达因 政治分析员认为 由政府部门或机构发表 有关首相安华领导的团结政府 受到动荡的言论 是不合适的 针对社区通讯部JCOM 公布反对派策划 敌败行动说法时 灵感中心Aham Center研究员 西索姆丁巴卡尔表示 这可能给现任政府 蒙上负面的色彩 JCOM发布的声明 只不过是谣言 因为没有证据 或坚实的基础支持他 他告诉自由今日大马说 政府必须谨慎行事 避免陷入某些政党的政治策略中 此外 这也可以被解读为 对昌明大马的脆弱迹象 像JCOM这样的政府机构 不应受到任何试图破坏 政府的企图所影响 与此同时 马大副教授阿旺阿兹曼 阿旺阿兹曼表示 JCOM似乎已经屈服于某些方面 为其私人议程创造的童话 这种说法类似于通过口口 相传传播的童话 实事上是作为宣传手段 只在政府支持者中灌输恐惧 JCOM似乎急于封锁他 尽管迪拜行动尚未经过验证 槟城日落洞区国会议员雷尔指出 在面对水工危机时 人民代议士们为了协助槟城居民 应对困境一直付出了不懈的努力 然而却经常受到责骂 他谴责 宾州供水机构非执行董事 古威纳拉组 在人民危机时刻不见人影 还领住高额津贴 雷尔在今日的文告中表示 槟城居民过去几年 一直面临水工危机 而最近几周情况愈发严峻 他说 有些人计划在此期间短暂度假 以避免麻烦和不便 但作为人民代议士 我们日以继业的努力 确保向受影响的选区居民提供援助 对此 雷尔提出疑问 究竟古威纳拉组 在水工危机时期 做出了什么贡献 他指出 古威纳拉组每月领取 46700令吉的特别津贴 1000令吉的行政费 及300令吉的会议津贴 但每当槟城人 面对水工中断危机时 却看不到他与民选代表 一起到场协助 他说 拿都斯 李古威纳拉组 是时候出来面对大众了